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是每天你刚才走的 走四天五起来可以找他去 嘿就是这么刚刚好 狗仔哥哥真苦恼没有题目 跑不到河滨公园 让冷风吹进他的脑洞 清醒一下的时候 天这么黑 风这么大 但钱德月骑脚踏车并不安 旁边这位额头高高的 还帮钱德月背狗的 就是比钱德月大20岁的崔幸富商 虽说是很Rich 不过穿着倒是很接地气 我踢地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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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幸富商骑得飞快 还折回去寻找钱德月 显得有情有义 温柔又体贴 不过之后又放声钱德月 在后方苦苦追赶 最后两人骑到彩虹桥附近 他们又远路折伴 凌晨一点半左右回到富商位于大纸的豪宅 往往就是这么朴实乌华 且枯燥 其实更早之前 钱德月要帮女儿Tiffany 庆祝生日 就曾募集垂行富商 化身工具人 开着她和007同品牌 要价1480万元的 Austin Martin DB11 从母女两到滚滑东包酒店聚餐 钱德月还把自己给塞进狭小的后座舱 让女儿坐在副驾位置上 看来两人的感情似乎也获女儿认可 不过换上休闲服的崔幸富商 仿佛就像换了个人 风度偏偏更像金字塔尖尖上的人 参续结束后 母女两先回他们位于大安区的老字号豪宅 深夜十一点出不头 崔幸富商才又把钱德月接回大值包爱 哎呀 就算有年纪 依旧十分有冲劲 冲回家一整夜都没出门再干嘛 就留给大家各自想象了